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初大宇是为了找自己一个宰相 管理国家宰相 还找不着 大概这故事了 我们就讲这故事的核了 你中间你说一定多细节 我记不住故事细节 结果他无意中碰到了一个叫封的 应该是封了 就是封女的封 一个字 然后封的一些行为言行引起了他的关注 他就请封说 我正找宰相 我找了变天变地找不着 今天遇到您了 我请你做宰相 封就跑那儿 说你干嘛 没说话 你有点就跑 就跑小溪山里头 那是吸耳朵 过来一个牵马的 在他下边就印那个马 马喝水叫印 牲口叫印 不叫喝 叫印 印那个马 他说 你没事 这封 你洗什么耳朵 我说 刚才大禹看见我了 大家都知道大禹是王吗 是国王吗 大禹看见我了 飞帐 请我做宰相 一下把我耳朵给脏了 他那个牵马的山里的人 山民 牛脸就骂他 他说 你这人怎么那么不地道啊 你洗耳朵 我在底下印马 你怎么不说一下有这么回事 你把我马嘴给脏了 你把我身后的嘴给脏了 他骂的是大禹 大禹请风做宰相 把他们家马嘴给脏了 你现在人受得了吗 陶哥 你骂人不吐脏字 值得你骂吗 那时候人们生命是有境界 有层面 人们把大禹当成王 现在的人说哪家伙老伟大了 那真正当时人的普世的境界 没有人看得起的 真正的人看不起的 他反映了当时 在大禹渐下之前 在大禹治水期间 绝对普世的人的境界 估计跟天人差不多 甚至更高 所以没人去做那当官的下贱的事情 人们试权力 不如那个牲口的嘴 那个人家学文言文的 那我不会 我没文化 那有文化 都天天学了多少代人了 他看不出来 其实他讲一个生命层面 那既然从大禹开始 中国的历史有文字记述了 走到了今天 就是一个衰败的过程 现在你看到全世界全是官 全都是官 而官本身的产生 面对今天人类社会遭受的大疫情 就胡来 完全都是胡来 加拿大在讨论自己 现在面临第五波 整个欧洲面临大爆发 这个跟一年前完全不同 给一年前在疫苗产生的时候 出现的那一次大风波 那一次大风波是伴随疫苗 就是我们现在是11月26号 今天 昨天是美国的感恩节 就在11月感恩节的前后 去年的时候 那美国的辉瑞跟莫德纳宣布 他的疫苗差不多了 已经报给了这个FDA 要拿驾驶证了 要拿驾驶证 要拿许可证了 是这个前后 你看所有的技术表都是这样 但是科学家们不去 就是现在的权力者不去 不去认可这些东西 他们永远去表现权力 当法律成为了一个掩盖事情真相的工具的时候 今天的科学也变相成为了杀人的工具 昨天在 昨天在这个 美国的感恩节 大概在傍晚的时候 媒体上突然爆发出 在南非发现了全新的变种 在南非发现全新变种的过程中 经过了这一宿 就是七八个小时的过程 整个推特跟整个欧洲 包括香港全都疯狂了 这种变种病毒 它的最大的特点 它说在一个病毒的 应该不叫细胞 就是那个病毒的微体上 它有超过三十个变种触点 我看了半天 它原文就这么写的 人很专业 很科学 三十多 超过三十个变种触点 也就是说 这种东西 出来一个 它是急速增长 有一个病毒 再加另外一个病毒 三十乘三十 那是多少 九百 九百乘九百 那是多少 急速增加 对吧 一乘一 等于二 一一 二 二二 四 四四 十六 十六乘十六 一百九十六 一百九十六乘一百九十六 不会的 在科学家的角度来讲 传播速度之快 它眼睛跟不上 在昨天傍晚的时候 美国东部时间傍晚的时候 这个消息出来 到了今天早晨 在南非出现了七十七个 在比利时出现了 在香港出现两个 在以色列出现了 怎么去的不知道 通常他解释是说到南非旅行的人带回去 结果在欧洲跟英国今天早晨第一时间切断了跟南非之间的空共交通往来 把飞机给切断了 不飞了 香港的一开始有一个 今天早上一会又说两个 这两个人都是打了两针辉瑞疫苗的 打了两针辉瑞疫苗的 然后呢 两个人做这个叫PCR测试 一个是第四天之后才显现出症状 一个是第八天之后才显现出症状 而他们做PCR测试完全是正常的 跟大家分享几篇内容 我查欧洲的欧洲它没有一个统一的大概的图表 大家看到边上这个图表 这就是在谷歌上拿一个通常都是14天了 这是欧洲的爆发状况 我跟大家表展示这些呢 是为了朋友们能知道 在欧洲大陆今天 荷兰 比利时 匈牙利 罗马尼亚 阿尔巴尼亚 这个法国 德国 法国德国 捷克 斯拉伐克 波兰 俄罗斯 你看丹麦 挪威 瑞典 你看到的所有欧洲大陆主要的国家 有人说它是第三波 有人说它是第四波 各个国家有它自己封闭的说法 那但是呢 它表现出来就是急速增长 而它增长的就是突破的数量 感染的数量都是历史新高 什么叫历史新高 德国昨天宣布7.6万人 德国打一针的水平 79% 打两针的水平 74% 在三四分之三的人 完全接种疫苗的背景之下 感染的病数 它创新高 你没再听说 德国人不敢说 都来那些没打疫苗的 那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美国媒体率先报道的 新的变种病毒在南非出现了 让南非的科学家感到极其困惑 这是昨天刚刚出来 它实际真正首先发现的时间是11号 11月11号 那11月11号 人说那天是习近平六中全会结束那天 他说变种病毒跟习近平有什么关系 习近平在那天公布的 公布的就是中共百年决议 中共百年决议 这个病毒我们把它叫中共病毒 它以最大的毒性发威 去打击那些与他同行的人 那他为什么叫与他同行的人 他证悟神佛道 其实这故事 我给我眼睛里看着 我觉得很有趣的 被人们认知的时间 被北美最早媒体认知的时间 在感恩节这天 在感恩节这天往前数 11月19号那天 出现了580多年以来 最长的一次 你叫越全时也好 越偏时也好 都可以 我们节目中跟大家解释了 它涵盖了全世界所有的地区 亚洲 欧洲 大洋洲 南美 北美 有人居住的地方 都看到了它 看到的颜色不同 在中国的传统中 你看到的颜色不同 代表你这个地区遭遇的灾难不同 这是在中国传统的文明中 有明确记载的 你看到的红色 你看到的橘黄色 你看到的黄色 你看到的黑色 代表你这个地区遭遇的灾难不同 中国人就这么说的 你可以不信 因为你信什么传统 野奶都不管了 对不对 这是昨天讲的 到了刚才两个小时之前 欧洲跟亚洲 惧怕新的变种病毒 已经把关 就是把关上大门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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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